不过学校周遭这个临停要怎么样调整呢 那么违规停车状况越来越多 那么有家长接送小朋友 那么依照学校教官指示 你先把车停在学校旁的交叉路口吧 但最后依旧被路人拍照给检举了 挨上罚单违规是600块钱 抨起是因为校方没有规划家长接送去 而且按照教官指示为什么还被罚呢 痛批是不尽人情 不过却引来网友质疑了 违规临停这是事实 吃罚单也理所当然 学生上下学 许多家长都会在校门口聆听接送 有家长就因为把车停在斑马县 吃上罚单 气得上网po文抱怨 早上学校上学时间 教官指挥家长们让孩子下车 这样也遭检举 这是为了检举而检举的心态吗 如果再玩小孩马上就离开 我觉得应该是 不算很过分吧 不合理啊 这些小孩不便 不跟人说停到一头啊 由于校方没有规划家长接送区 家长依照学校教官的指示 把车停在学校旁的交叉路口 却被路人检举拍照 吃上了一张600元的违规临停罚单 相当不满 认为检举人和远景不尽人情 不过也有其他民众认为 微停被罚并没有太大的争议 驾驶汽车应上下乘客 自有违反临时停车情形 但尚无妨碍其他人车通行 本轮局将喊请本市交通裁决所予以测单 虽然事后警方表示将撤回罚单 并建议相关的交通单位 前往会刊共同规划接送区 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发生 不过临停路口还是必须注意周边车况 以免不小心发生意外 记得苏伊亭阳中明高雄报导